原标题 美媒海军陆战队 二战以来 最大规模兵力调动 增兵太平洋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 日前报道称 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进行 二战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定力调动 数以千计的海军陆战队队员 正在调往太平洋地区 并在该地区活动 此举旨在准备应对来自中国和朝鲜等国日益增加的威胁 资料图 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任何时候 美军在全球范围内前沿部署的海军陆战队员数量为3.5万人 其中3.1万人隶属于 分布在太平洋各地的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 有2.2万人 主要驻扎在日本的冲绳岛 海军陆战队当前希望从驻冲绳兵力中 抽调出大约9000人派往关岛和夏威夷等地区 据海军陆战队太平洋方面的负责人 盖尔冯埃卡茨贝格说 对任何一个实力几乎相当的敌手而言 美国海军陆战队重组兵力 会增加其打击难度 此外 海军陆战队当前还到澳大利亚达尔文市 进行年度轮换训练 并增派榴弹炮和MV22与应运输机参加为期六个月的轮换训练 官员们今年3月宣布向达尔文进行第七次轮换 这将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轮换行动 涉及1587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 八架MV22与应运输机和六门M777榴弹炮 MV22与应全艺运输机埃卡茨贝格日前在海军联盟主办的海空天年度博览会上说 在太平洋地区的重组行动是海军陆战队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动作 那么海军陆战队为什么要如此大规模的调整兵力呢 埃卡茨贝格解释说 新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 改述了一些主要威胁 其中多个威胁都在太平洋地区 其中包括俄罗斯 中国和朝鲜 埃卡茨贝格说 我们是一支今晚就能投入作战的部队 海军陆战队的散步型兵力战略 会加大中国这样的新兴行为方 集中火力打击海军陆战队的难度 每日两国政府当前投入数十亿美元 把驻扎在冲绳的海军陆战队员 调往关岛和夏威夷 并把各种航空资产移至海军陆战队 位于日本沿国的航空基地 埃卡茨贝格说 日本已自行投入近31亿美元 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调往关岛 这项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 驻太平洋地区海军陆战队发言人科蒂斯希尔中校 通过电子邮件向海军陆战队时报 发送一份声明称 约有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 最终将驻扎在关岛 其中4100人来自冲绳 但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将在设施和训练中心 修建完毕后再抵达驻地 据认为 目前只有大约20名海军陆战队员 常驻关岛 并协助实施有关开发项目 希尔说 第一个设施是飞机维修保养库 目前已接近竣工 会在2018年下末投入使用 此外 岛上靶场的建设工作 不久也将启动 希尔说 基地和区域建设工作将大 约持续至2021年 据埃卡茨贝格称 此次兵力调整 会把关岛变成该地区的一个战略枢纽 新华社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射击训练 先设订队员 赞级